我好想每日一答 臭宝在养完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就老黄尖啊 黄边啊 长出来小叶又黄啊 你没有发现 这个臭宝养的这个小海鱼呢 第一盆子小了 第二呢正在开花 这就是缺乏有氧而导致的 明白吗臭宝 现在你一定要换一个略大一号的花盆 有的话说能换不是吗 能换 花盆小了换个大盆 加土任何时候都可以操作 这个跟季节没什么关系的 明白吗臭宝 一定要盖它 如果说老是不好的 你就把花剪掉 把老叶的剪掉 适当的用一些肥料 换一个略大一号的花盆 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一定记得用一丢丢三菌药预防一下 别的没什么 下注我说 你看我这个是咋的呢 这是柠檬 柠檬的话呢 现在也是盆小 你看你这个柠檬已经长得很大 我说老花一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花盆大于小 所以你就看灌符就行了 咱们就以我这盆花为例 明眼人一看就是盆小了 其实呢 你上面的这个头跟下面那个盆 你感觉看起来很协调 这样就哇塞了 明白了吗 其实这个花油呢 也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盆了 然后呢 适当的松一松土 加一些粪肥会更好 我看到您是用泥土去养的 这个咱该说不说哈 用粪肥是哇塞的 好吧 也可以用繁肥水 别的没什么 这个就缺肥料也有点姜苗 跟上一个臭宝差不多 大差不多的情况 下个臭宝问我是不是得病了 你找一找吧 应该是有这种东西叫阔鱼 就像没有壳的那个蜗牛 应该是这种东西把它给吃掉了 还有这种叶子黄斑也是缺肥料 也就缺一些营养 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点的肥料 有话说我用什么肥料 要找老花一买的话 老花一肥料还是蛮多的 买个缓丝肥基本就够用了 下个臭宝说 龙血树枝干变软了就没救了 一般这种就很难救了 你可以用荷霉灵 浓度稍微高一些 浸泡一下 让它泡两天 看看能不能反过来 不能的话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 就把叶子袋往下揪一揪 给它截断重新承插 就把软的那些全部截断不要了 晾干伤口以后重新承插 只能这么做 就这两个方案 一个是泡一泡看能反过来 要用点药 再一个就是截断了重新承插 下个臭宝说 病毒癌怎么处理反反复复的 这个东西叫红蜘蛛 它是隐藏到叶子的背面 很多块有打药的时候 都是打到叶子的正面 打不到叶子的背面 一定要打到叶子背面 再有一个就是繁殖速度很快 三天一代 一个礼拜它就能当爷爷 你老是打一种药不行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 带满虫的满质的沙虫药 在打之前最好是用水冲一下 就是第一用水冲干净 第二配两种带满质的沙虫药 去喷洒到叶子的背面 坚持用 好吧 还有一个就是最简单有效的 没有叶子 绝对不长红蜘蛛 老花依说的 觉得不说就简单关注 有什么养合问题可以都问老花依 老花依每天会给大家分享很多 有用的养花质 记得关注 我是老花依 养花质展一 白了车 嗨 嘿嘿